有关于盆栽茄子高产的种植经验 我做了一期视频 题目是盆栽茄子高产的种植攻略 视频上传后 得到了很多种植爱好者的关注 我同时也收到了很多问题 最多见的问题就是说 我的茄子长得枝繁叶茂就是不结果 当茄子进入快速生长期 我们要对茄子进行及时合理的修剪和整枝 让茄子蜘蛛在前期长好长壮 这样后面才能结更多的果 这期视频就让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我是如何对盆栽茄子进行合理的修剪和整治的 茄子的苗期生长最适宜的温度是22到30摄氏度 到了5月下旧以后 白天的气温常常可以达到25度左右 所以这个茄子生长得非常的快 大家看这个叶片长得非常健康 而且出现了第一朵茄子花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给茄子做修剪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图片 这是茄子的主干 红箭头所指示的这个紫色的小花是茄子花 第一朵茄子花长出的茄子我们叫门茄 原则上门茄以下的这些侧芽 以及叶片我们都要给它去掉的 让更多的能量供应门茄以上的部分 及早的开花结果 但也有例外 大家看 这个侧芝呢 是在门茄下边 但是它已经长得很粗了 这种情况呢就不要剪 把它留下来 我们在修剪侧芝和叶茄的时候呢 要选择阳光明媚的日子 不要再阴雨天 这样的话 它的伤口呢容易感染 修剪以前呢 一定要把剪刀削下多 你可以用手掰一下 用手一掰 轻轻一掰就掉了 那么也可以用剪刀来剪 这个老叶呢 我们必须要修剪掉 浇水的时候 把地理这个细菌呢 剪到叶子上 也呢会引起疾病 剪叶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离这个主干 有一公分的样子 这些都给它剪掉 大家看 这是修剪前后的茄子 把这些多余的侧芽 以及老叶剪掉以后呢 茄子有更好的通风和光照 这样呢非常有利于茄子的开花结果 这是一颗白茄子 它的名字叫白茄美 这个呢是它的小花 我们用同样的原则呢 把这个茄子底下的一些侧芽 以及老叶子都给它剪掉 我把茄子移转到一个30加龙的花盆里 根系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才能确保这颗茄子高产 今天是6月22号 我们看看这颗小茄子花呢 刚刚开泄 那么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长成一颗成熟的茄子 仅仅用了10天 我们名副其事的白茯美就可以采收了 成熟的茄子一定要及时采摘 尤其这个门茄 把这茄子摘掉以后呢 让能量集中供应上边的这些花蕾 又过了12天 大家看看 这么多的茄子都已经该采摘了 所以说合理的修剪 是保证茄子高产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大家看这个小茄子呢 它是长在这个枝干上的 几乎毫无例外 在每一个叶片和枝干的夹角中间呢 都会长出一个小侧芽 这个侧芽呢 特别的消耗能量 我们要及时的把它剪去 让足够的能量来供应这个小茄子的生长 一张图片的左侧部分呢 是6月29号拍的 右侧这一半部分呢 挂满的茄子是7月4号拍的 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这两张图片 这个门茄底下的这个A呢 现在就是这个值 B呢 是这一值 C 是这一值 就是这个方向呢 当时拍的不是很好 你看看 这个看的比较清楚 这是它主干上来呢 我所有的茄子都是分三值 第一值 第二值 第三值 就是一级分支呢 分三值 然后呢 每一值上去再分两值 一值 两值 看这值上去 也是分的 一值 两值 这值也是的 就是主干上去分三值 每一值上又分两值 凸片的解释 大家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现在呢 让我们一起到菜园 在茄子的实体上 我再给大家具体的示范 我是怎样整支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茄子的主干 主干上去 我一般呢 就是要分三值 看看这是第一值 第二值 三值 我这个叫一级分支 一级分支上面又分两个支 我叫二级分支 二级往上再走呢 又分两个支 叫三级分支 这个三级再往上走呢 大家看又分两支 这是一支 两支 我叫四级分支 这就到了顶了 你看顶上的花还很多 现在这个茄子呢 已经到了一米四的高度了 这个顶部呢 总共加起来24支 你看上面现在还有很多花苞 这个时候呢 就要考虑打顶了 看看我们这个盆子呢 不是很大 这个盆子也就是13英寸 13英寸深吧 这个盆里我种了两颗茄子 这个根呢 营养也有限 如果现在不打顶的话 这些小花呢 很难长成成熟的大茄子 我们现在来给茄子打顶 大家看 这是两个小茄子花苞 这是上面的顶端 我们呢 不要把它整个剪掉 要留一到两片叶子 让这个叶子来提供 这小茄子的营养 就是非常小心的 把这个上面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小侧芽也给它剪掉 虽然我只有三颗盆栽茄子 但是因为能够及时的浇水 合理的施肥 以及正确的修剪和枕枝 我的茄子产量非常的高 每隔两三天就收获一次 最后一点呢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下 茄子呢 可以分期育苗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从七月初 以及吃到秋凉 但是分期育苗 比较麻烦 我这个是同期育的苗 但是这颗茄子呢 我是六月中熊 移到地里的 这个茄子呢 还非常矮 等我那三颗大茄子 收获差不多 这个茄子也就供上了 今天有关于家庭有机种植 盆栽茄子的修剪和枕枝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我的视频 对您的家庭种植有所帮助 请订阅我的频道 点击右下方的小铃铛 您会及时收到我的更新 感谢您的收看 请订阅我的频道